熱血製造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.hk 到荃灣警署作出聲援 在較早前幾分鐘的時間 我們看到一架警方的七人車 將馮敬恩載到荃灣警署 我們收到消息會將它轉移到西區警署 接受進一步調查 我本人強烈譴責港大的校長馬飛鑫 還有校委會李國璋以及梁振英等人 現在嚴重干預學術自由院校自主 還有用一些法律行動 以及政治打壓我們香港的學生 我們的身身學子 我們現在馬上就會前往西區警署 作出進一步行動和聲援 希望各位能夠收到消息之後 都繼續關注馮敬恩被捕的事件 多謝各位